进入福大图书馆的网站 点击进入电子资料库的页面 可以依据系统界面来找到空中英语教室影音点藏学习系统 或是点击依资料类型 再点击语言学习 也可以看到空中英语教室影音点藏学习系统哦 点击Login按钮后先进行IP认证 若IP为有效用户可直接进入 若是在校外使用 则是可以透过福大图书馆电子资源校外连线认证后 就可以进行使用咯 福大图书馆所购买的空中英语教室影音点藏学习系统 学习系统里面共收入了四个频道 三个频道为每日频道分别为大家说英语 空中英语教室 蓬萌会英语教室 每集约25分钟提供每日即时更新内容 采年月日方式呈现 主要内容使用性价且生活化 而另一个是透过融入不同主题情境的主题频道 包括旅游、节庆、科技、娱乐等等主题内容 每日频道的显示方式采年月日方式呈现 也可以依据关键字或是主题类别来找寻其他影片 那在每一集的下方也会显示该影片的难易度 使用者可以依据自己的程度来选择影片哦 另外你也可以于课程列表中点选中文导读 预先查看学习影片的中文大纲 那在观看影片结束后下方将提供该课程的课程测验 提供使用者确认听力与阅读能力 只要在这边输入你想搜悬的单字 系统将提供使用者与该单字相关的影音片段 主题频道则是以主题作为分类来显示 每个主题频道中也包含各式不同的分类 也可以依关键字搜寻的方式来搜寻影片 在搜寻后也可以依据课程的难易度 或是日期来筛选影片 除此之外 主题频道也有提供中文导读的功能哦 第一个功能是线上字典与生词簿 于播放页面右上字幕区点选想要了解的单字 若该单字有相关的说明 将会提供该单字的说明及例句 此外 你查询过后的单字 也会被暂时存放到下方的生词簿哦 第二个功能是播放列表 当你进入课程播放页面时 播放列表会自动连接相关内容 第三个功能是系统会将学习影片里面出现的单字 做整理并将其做分类 第四个功能是可以选择播放模式 包括一般正常的播放模式 还有跟读模式 以及填空练习模式 填空练习模式 可以选择要挖空的%数 那可以至影片的下方 点选开启或关闭填空练习哦 第五个功能是如果有听不清楚 或想再重复聆听的句子 可点击影片下方重复播放的功能键 下方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空练习模式 下方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空练习模式